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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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锤 撞城门的那个锤子 就去撞那个墙 要把那个城打破 就在这个时候 弟兄姐妹有一个 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妇人 圣经怎么形容她呢 说有一个聪明的妇人 那弟兄姐妹 聪明用在什么地方 圣经里面讲到 这个使人和睦 这个就是聪明 聪明的妇人 这是使人和睦 她平息了一场惨烈的 这个厮杀 为什么呢 弟兄姐妹她用她的聪明 抓住了重点 就是整个冲突的重点 弟兄姐妹这个重点在哪里 就是在这个士巴的身上 那结果呢 这个两军的对阵的时候 就忘记了 我想办法我要杀败你 那这边呢 就我想正办法呢 我就抵挡你 结果两边打起来 其实他们的焦点在那里 在士巴 所以呢 这个妇人呢 就对约瑶一个问题 他说你知道这个城 是一个中性的城 其实他讲的意思说 这个城呢 就是最高 就是高等法院的 高等法庭 因为所有的人 这个附近的人 有问题的时候 他们这个真实不下 怎么办呢 就跑到这边来问 这个城里面 这个城的长老呢 就会帮他们呢 就把这些事情 就是定准了 这个应该怎样怎样 他们就按照这个 他说这个城 是这样子的一个城呢 每一个人都来这边求解答 那就这个 其实这个城 充满爱跟和平的 这就是中性的城的意思 那约瑶你来打我们 你难道就是要来吞灭 耶和华的产业吗 那约瑶 他就是引导约瑶说 约瑶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的焦点是什么 不是要来毁灭这个城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请你告诉我 那约瑶说 我只要一个人 就是士巴 你把这个人叫出来 我们就走 所以亲和弟兄姐妹 最后 这个聪明的妇人 就是说服了全城的人 就让他们认定了 士巴是一个被判大位的人 所以他们就决定做一件事 就是把士巴给杀了 这个危机就过去了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很多时候两兆 在那边争执 其实争到最后 就是争你对 还是我对 其实焦点在哪里 我们常常是试焦 有一对夫妇 他们就在争到 争到最后 非要来找牧师 不可 就是 他们的问题是 先生就觉得 现在 家里的 要省一点钱 免得 因为姐妹说 趁着暑假 要带孩子出去 出去玩一下 教育上 把我们进很久 而且你答应我们 要出去 可是现在 这个先生就觉得 现在家里的经济状况 并不是那么好 我们应该节省一点 弟兄姐妹 我就看见 其实 这个出发点 其实都是为了这个家 这个先生也是为了这个家 这个姐妹 也是为了这个家 希望这个家 大家能够 趁着孩子 还愿意跟着他们 出去玩的时候 要赶快带他们去 那都是为了这个家 可是当他们争执起来 争到最后 他们不是为了这个家 争的 只是 争的是 你是错的 我是对的 弟兄是认为 他是对的 姐妹的方法是错的 而姐妹认为 他是对的 弟兄是错的 其实他们都是 焦点 都已经失去了 那个教练 所以我就问 这个弟兄 我说 这个 花 这个 花这些钱 全家就可以快乐的出游 那是用掉了一点钱 可是你不肯花这一点 你这些钱 你保留这些钱 好像可以保障你的家庭 可以快乐的这些钱 确实全家都不快乐 我说 有没有价值 有没有值得 去节省这些钱 所以弟兄姐妹 我看见后来 这个弟兄就想通了 就是为了家 没有关系 全家人都能够很快乐 何乐而不为 虽然好像用掉一点钱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住 我们家里需要有聪明的妇人 不是这样吗 你的家 就会非常和平 而且充满着幸福 那我们常常又抓住一个很小的一件事情 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就失去那个教典 那教会更需要有聪明的妇人 所以当你听见有怨言 不高兴的话 其实大多数都是单一的事件 是不是 可是你就会听见的时候 好像全教会都没有安心 全教会都怎样 弟兄姐妹 其实都是单一的事件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听见这样的话 说弟兄姐妹 这是仇敌要见缝插针的时刻 那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妇人 弟兄姐妹 我们就要来拦阻 让仇敌在我们中间 没有空隙可以做 我们要补奖 我们要让每一个人做 这个发生问题 弟兄姐妹 怎么可能没有问题呢 在我们的家不是也充满了问题吗 不是有问题 那我们就离婚就算了 不是这样子 我们发生问题 我们就如果针对问题 我们去解决它 我们去解决它 也许有一些的事情 我们没有负责的人 并没有想得太清楚 没有关系把你的难处说出来 我们有很多的管道 都可以来表达 你可以跟你的小组长讲 你小组长可以跟你的区长讲 区长可以跟牧师师母讲 负责 这个施工的负责人 你也可以跟他分享 我们总是当弟兄姐妹 有不同的想法跟意见的时候 我们总是就会来处理这些事情 弟兄姐妹每一件事情 我们就是问题是 我们要解决问题 不是要来制造更多的问题 上帝祝福我们 弟兄姐妹仇敌总是想尽办法 要叫我们不断的动荡 动荡动荡 为着一些的小事情 而就变成爆发成为更大的问题 弟兄姐妹我们总是要想办法 让大事或小事 小事变成没有事情 这就是需要我们有智慧 我们有聪明 所以上帝感谢主 上帝要给我们智慧 弟兄姐妹我们要爱教会 保守教会 我们要爱我们的家 保守我们的家 弟兄姐妹这是最大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其他事情 我们帮我们遇见 弟兄姐妹 不要以为非常严重 弟兄姐妹就是 帮我们这件事情 就解决那个事件 我们重要的事 不是要来争 谁对谁错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解决问题 跟我讲一次 我们是要做什么 解决问题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你 我们会有很多的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就像当时教会 这个爱验的事情 主要有一些人就被忽略 主要感谢主 我们当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是要来发怨言 我们就是来解决问题 谢谢主 免得仇敌 借着这些问题 要来毁灭我们 谢谢耶稣 感谢你 祝福你的教会 主要祝福我们 每一个的家庭 主要感谢你 当有事情 有问题发生的时候 主要让我们聚焦在 解决问题的上面 谢谢主 我们不是要来扩大问题 那是魔鬼的意思 我们的意思 就是用爱跟包容 来解决每一个问题 谢谢主 祢祝福我们 今天必是美好的一天 感恩祷告 奉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一下 你心里 的 是